许穗珍离开艾德一年多后 通过她的律师透露了她对法院决定 不对指控她欺凌的各方实施任何指控立场 以及她未来的应对方向 终止与Cube的合同后 穗珍突然开口 这引起了人们对她意图的关注 具体说来 2022年9月8日 穗珍重申关于校园暴力的指控部署时 并为她的争议发表道歉 而法院已决定 不对第一原告提起任何指控 此外 穗珍还表达了新的表态 至少她能做的就是 勇敢的与支持她的粉丝 以及那些因她的行为 受到伤害和不满的人说话 人们很好奇 为什么在沉默许久之后 随珍突然开口 这两人猜测 她是想摆脱校园暴力争议的标签 以恢复在Cube的活动 据悉 艾德正在未回归做准备 9月14日公开的 I Love专辑封面 引起了粉丝们关注 在X-Fire版本中 粉丝们注意到封面上 有五位现任艾德成员的名字 但在小娟和宇区的名字之间 有一个取消或禁止符号 有粉丝认为 这个符号正是指的随珍 随珍会回归艾德拉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爱到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关点赞和订阅哦